- 嘴唇干巴巴的会整个就是对一个人的欲望渴望会点滴许多 只要听下去那一瞬间看着那个人的唇就会觉得 啊他的唇好干哦听不下去 哈喽大家好我是Ruby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要分享十项 让自己见语的生活习惯 跟着我一起去改变自己吧 大家想说这些到底有没有用 唯有实践了失心了 你才知道这些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分享吧 GO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一起床 我只用清水洗脸 对没错我是只用清水洗脸 而且我是真的看过很多皮肤很好的人 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做的 我大概这样子做有四到五年的时间了 有时候呢冬天脸太干的时候甚至是不洗脸了 觉得我懒还是怎样 就是皮肤太干单纯不想洗脸而已 其实呢我个人是觉得啦 非必要的话一天只要用一次洗面乳就够了 洗面乳真的是不太需要太长的去使用它 就会反而导致你的皮肤没有油脂去保护你的皮肤 就反而产生更多的油脂出来 然后就会变得更加的油光满面 第二想铺化妆时只在洗澡后保养 翻来说呢如果我今天整天没有化妆 那我白天洗完脸不非真的很干 我就会排场化妆水或者是稍微的敷一下面膜 然后呢我早上的保养就完成了 会有在后续的保养 那我大部分呢最平分的保养时间就是洗澡完后 因为洗澡的时候呢我会用洗面乳清洁我的脸 然后洗澡的时候呢也会大量的去流失身体上的水分 所以呢洗澡完是我加强生成保养的时候 从化妆水啊精华液啊到乳霜等等之类各式各类一样的保养品 去做我的脸部的SPA 好好享受一下我保养的时光 那为什么我白天不好好保养呢 大家一定会有这个疑问 因为呢我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我觉得白天呢 皮肤已经有自己的油脂就已经够了 而且还有前一天就是努力保养的保养品还在 脸部的深层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我想要让我的皮肤呢就是有半天的时间是处于休息的时段 然后在晚上洗完澡之后呢它才能够去好好的吸收晚上的保养品 但是近期去角质跟敷面膜 这个应该蛮多人会去做的 像疫情还没有爆发前呢 我是近期每个月会去做近肤蕾射 实在嘛就不太能出门了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我会在家呢一到两周去角质一次 那去角质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比较适合什么 像是有敷泥膜的啦 然后酸类换敷的 或者是去角质霜的 那这些呢其实我都会做 那我就是看心情 比如说我今天想敷泥膜我就敷泥膜 那下周呢我想要用去角质霜 我就用去角质霜 反正就是你要定期的去去角质 把你皮肤深层的废物呢去代谢掉 敷面膜呢是一个我非常 勤奋的一个习惯 那就是从半冰冰想要想说 他每天敷面膜开始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天天敷面膜 但是我发现呢天天敷面膜好像不适合我 天天敷的话皮肤会导致太营养 然后长痘痘 所以我就改成两天敷一次之后呢 我发现我皮肤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一次像是护唇膏不离生 长期有在follow我的人都知道说 我是一个护唇膏控 几乎呢是书桌上有护唇膏 每个包包里面都会有护唇膏 包括化妆包也会有 一个人大概就会有五六个护唇膏 那我只要呢护唇膏不在我的白尺之内 我就会非常的紧张 对于唇部的保养真的是非常的极拙 那连聚角质我也会稍微带到唇一下 就是会很注重我天嫩玉姬的唇 我觉得嘴唇干巴巴的会整个就是对一个人的欲望 渴望会点滴许多 我就要清下去的那瞬间看着那个人的唇就会觉得 他的唇好沾浓 听不下去 有时候看着我男朋友的唇沾巴巴的时候呢 我也会强迫他要擦护唇膏 我觉得护唇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第五天是大量的喝长温水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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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无比之重要 不过呢身在首摇影大帝国的台湾呢 对于喝水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难 但是呢我们人所需要的水分呢 其实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哦 然后重点是要常温的 我真的是完全不建议就是喝冰水 尤其是女生 因为喝冰水呢很容易有小负 好上一起床喝完一杯水之后 我会瞬间觉得整个人好像活过来 每个细胞都吸满了满满的水分 所以水真的是超级重要的 这天当中足足的水分呢应该都超过2000cc 然后我就非常的频妙 但是相对对于体内清晨代谢也会比较快 虽然我比较频妙 也会比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水肿 喝水对于代谢活化身体呢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的身体代谢怎么这么慢 你只要多喝水你的代谢一定不是会加强许多 所以我们赶快借掉珍珠奶茶吧 那你一天当中多喝水你皮肤的那种饱水感啊也会相当的高 我觉得有没有喝水呢皮肤那个饱满度真的有茶 拿起水杯装满水来跟我一起喝水吧 下来第六项呢这个习惯我就觉得比较天然见智 就是一天一杯茶 这种比较天然见智呢因为有些人是完全不碰咖啡语的 所以呢这个习惯大家就自己争夺 但是呢这个习惯是我真的觉得长期做下来 我发现好像我比较童颜真的是因为这回事 我是一个非常爱喝茶的人 那以前我最常喝的茶呢是绿茶 那但是绿茶呢它一直都会有那种比较苦涩的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 后来呢星星店员就介绍我喝四季春 那我觉得四季春呢它有那种就是绿茶那种淡淡的那种茶香味 有回甘的味道也不会有苦涩味 它还有更有那种特殊的香味 所以变得我一喝就爱上了四季春 那我几乎一天都要一杯中杯的四季春 我才会觉得整个一天就是一个开始这样子 就有点像有人咖啡上是一样的 这一天没有喝一杯四季春我就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 然后觉得怪怪的没什么精神 那我讲到这边那四季春到底就是变漂亮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上网查我发现哇四季春真的是好像真的很厉害 我上网查很多资料喔它有抗氧化健脾味 那四季春茶里面还有很多的茶多粉跟氨基酸等等的很好的物质 绿茶类啊乌龙茶类这些抗氧化的效果呢其实都非常的好 都做上网就是足够